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像是牛肉烩饭的炖饭 创意的台式风味 每一道都让人难忘 米饭和虾子空心菜在锅里炖煮 洗饱汤汁成盘 上面再放上炸冬粉 没看错西式的炖饭也能搭上台式风味 它上面的冬粉是 我们设计来可以 你可以分开来当零嘴吃 然后有些人喜欢吃脆脆的口感 可以拌在饭里面去吃 就有些人会很疑惑说 这很像炒饭 可是吃起来又不像炒饭 但粒粒分明 又有点黏黏的这种感觉 以爆炒牛肉的味道为基础 做出类似牛肉烩饭的炖饭 打扎中西合并的创意美味 绝妙的滋味 吃上一口就忘不了 比较不会说那么浓稠的口感 有点台湾料理 但是又中西合并的感觉 然后上面有那个炸冬粉 我觉得蛮好吃 它就可以单吃 也可以混在一起吃 就会有那个脆脆 咖哩咖哩那种口感 一大只软壳蟹趴在蝴蝶面上 也是到结合台式的创意料理 蛋黄比例我们适合很多 因为太少的话 它的面板巴不上它的味道 但是我们如果加了过多 吃起来那个油腻感会很重 这只咸蛋黄炒到冒泡 趴附在蝴蝶面上 加入炸豆腐和炸锅的软壳蟹 看似台味食俗 却有个十分洋气的名字 淘金科黄金海岸蝴蝶面 咸蛋黄 感觉就很像黄金海岸 然后螃蟹就是在海岸上面的 一个守护者 然后我们就是要吃它 所以我们是淘金科 豆腐在里面 然后我觉得非常搭 对啊 而且每一口蝴蝶面 都可以吃到包裹的那个金沙 一刀切开 鸭肉汤汁立刻爆出 起司流泻而下 这道蜜苹果鸭 被网友称为 没吃过不算来过的 必吃招牌菜 灵感来自威灵顿牛排 把炎熏过的鸭肉 放在蜜苹果上 再用酥皮包覆放进烤箱 我很喜欢吃温宁顿牛排 然后我想说鸭胸的 我如果用温宁顿牛排的方式 把它做一个呈现 那是不是让客人 可以吃到它的精华 蜜苹果鸭走神秘入线 酥皮上面放着一小块奶油 随着高温融化 奶油飘出正正奶香 里头的鸭肉和起司 蜜苹果一起入口 层次丰富 咸甜多吃 超另类的味蕾体验 但它们的鸭蛮嫩 而且就是会有汁 就是会吓到 可能是因为包在里面 所以汁都被锁住 然后切开来的话 还蛮juicy 蛮好 蛮喜欢吃这样鲜鲜甜甜 本来就蛮爱的 经营剃透的鸭鱼卵 一颗颗躺在意大利面上 周围围绕的虾子 蛤蜊 干贝 还味食俗 里头还加了美乃滋和明太子 美味更神奇 我本身蛮爱吃白酱 这样搬在一起的话 就是口感浓稠 然后蛮好吃 会吃到那鱼卵 用我们自制的蔬菜白酱 红萝卜 西芹洋葱 等等的去调制的 从开店到现在 就是每个月都是第一名的 充满浓浓台味的餐酒馆 是由三位年轻人一起打造 不想被局限 天马行空做出一道道 符合台湾人口味的西餐 更因为自己有养宠物 决定颠覆餐酒馆给人的印象 让客人的宠物 能在餐厅里自由奔跑 因为大部分的宠物餐厅 可能是要放到袋子里 或者要牵着绳子才能进来 可是我们设计这一块空间 是希望来到这边 宠物可以在地板上 这样到处跑来跑去这样子 哥哥开心的在餐厅里跑跳 还能点餐吃上一顿 在这里 陶客们不只能品尝创意料理 也能和宠物们一起享受一段 冥魂时光 继续火影蟲打台北报道